现在这个状态是用胶片了 用膜做手机刻的时候 现在这个状态 你看上盖板下面是密封条 注意 在我们下面这个密封条 有四个螺丝 这是用于固定胶片用的 现在我们教大家用420 用膜来做手机壳 OK 开机 然后开机了之后 有一个出产的默认设置 T恤 杯子 手机壳 有三个默认设置的 已经出产设置好了 对 我们选手机壳对不对 对 我们先做手机壳 我们按这个设置 按设置 点一下这上面温度再上 手机壳的温度设置在145度 OK 你也可以直接触摸它 去点到这个时间设置 这个时间温度 1分钟 5分钟 300秒 我们设置5分钟 好 时间设置到5分钟 300秒 OK OK 好了 好了 延时的呢 我们延期正功的话 我们需要按这个设置键 长按 长按 长按3秒 才会调整一个时间 温度 设置温度 185度 设置到120度 设置到120度 OK 好 再设置时间 时间 35秒 30秒 30秒 OK 设置好了 再按下设置键 OK 现在所有的参数都已经设置好了 那么 记得手机壳一定要在里面 预热一下 好 我们现在注意看啊 我们这个手机模具 手机模具已经是很热的很热的状态啊 大家注意啊 那现在把手机壳放到里面 这是打印好的膜 给大家展示一下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膜 这个胶片呢 是已经打印好的A3尺寸的啊 注意看这个图 OK 好了 好 放进去的时候注意 但是这个动作要迅速啊 贴着 你看这角落啊 然后有四个螺丝穿过去 OK 这样这个膜就固定了 赶快推进去 它自动机器上面的加热板呢 会自动按下来 那么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时间结束 OK 大家留意啊 这次已经加热好了 这种温度达到了140度 达到设定温度之后呢 你注意看啊 最左上角那个火焰加热这个键啊 它是没有在闪动的 那倒计时呢 真空棒 以及我们那个打气棒 都是在闪动的 OK 再注意这个参数啊 那这里是气压表 就是打气棒的这个气压表 在这里 那抽真空的这个气压表呢 就是真空表 在这边 你看都是正常工作的 都在绿色区域之间 是不是 你看啊 OK 时间快到了 它会自动抬上去 这时候温度非常高 你一定要用高温手套来操作啊 大家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边角啊 尤其 哎 不要太近了 哎 OK 角落 嗯 那另外一边 好 那这样呢 我们一个手机壳就已经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可以了 看看 好